欢迎来到家长的锅子 做家长迷你平底锅 哈啰 各位家人 大家好 品味生活就在家 欢迎各位来到家长 今天呢 我要介绍的锅子是 家长迷你平底锅 今天做的一道料理呢 相信各位都很喜欢 就是用这一只锅子我们要做舒芙蕾 这里面有两颗蛋黄 把他搅匀之后加上我们这个20克的糖 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低筋面粉过筛 在我们蛋黄里面呢 把他拌匀 再把我们准备的牛奶 170克倒入 在蛋黄这边 把它搅拌均匀 好 我们现在把四颗的蛋白 在这个料理盆里面我们把它打发 好 如果各位呢 家里没有搅拌器的朋友 你们也可以用搅拌 搅拌一次有多汤匙的都可以 好 我们加刚刚的糖 分两次加 不要一次加 让它搅拌 好 第二次的加 好 很好玩 大浓 好 打到什么样呢 打到這樣子有沒有 它滴不下來 它已經凝固狀 這個就是蛋白打發 OK 我們現在要把蛋白呢 倒入我們剛剛的蛋黃裡面 好 把蛋黃跟蛋黃 蛋白攪拌均勻 我們就用我們今天的 家常的迷你平煎鍋 20公分的 好 我們把我們的 奶油放下來 再把我們的蛋液泡入 再把我們的蛋液泡入 再上鍋蓋 我們讓它膨起來 等下再倒入第二次就可以囉 好 我們再加入第二次 剩下的 把它鋪平 火都不要開太大 那等多久呢 大概就是三分鐘的時間 看一下 哇嗚 有沒有 烹出來了 好 我們要準備翻面囉 先關一下火 我們家的鍋子多麼可愛 來 又來一次 翻面 好 我們把它翻面 然後稍微擦一下旁邊有滴出來的部分 一樣再開個小火 我們再讓它繼續的烘 時間不用太久 就是二到三分鐘就可以了 好 時間到了 我們要起鍋 喔 好膨喔 Q彈 擠上少許的蜂蜜 弄一下糖粉 OK 這是我們今天自己做的舒芙蕾 請各位家人好好的享用你的下午茶吧 哈囉 各位家人 也麻煩請你們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囉 拜拜